第四十集 罗贾成只吃过一次这种酷带面 还是猪豆豆请客 一碗面十块钱 一碗大骨汤十六块钱 等于学校食堂四天的活食费 罗贾成自那次吃过之后 一直想再来吃一顿 今天总算是用自己的劳动报酬 满足了这个愿望 他吃得很细发 几乎是把大骨头里的骨髓 全部都吸了出来 有那吸不出来的 就用钳子把骨头给加碎 直到剃进最后一丝可见的纤维 晚上他去了爹娘那里 院子里又有人在吼琴枪 大树下吼了一堆人 还是东方语老人在拉糊糊 爹娘把门开着 爹就坐在门口 拿了个蒲扇 一边眯着眼听戏 一边轻轻拿扇子摇晃着戏里的节奏 娘和姐在屋里打饼 罗贾成朝房里一钻 像进了蒸笼一样 立马就有些气都出不来的感觉 罗贾成说 这热的 小心中暑啊 娘稀奇的问道 哎 你回来了 贾成 罗天福看贾成回来了 就把凳子朝房里挪了挪 就问 啥种回来的 你奶奶都好吗 贾成就把自己回去待了几天 然后又来打工挣钱的事 给爹娘说了 并且把挣来的五百块钱 拿出来四百块 要交给爹娘 罗贾成说 你拿着吧 赶明日少给你些生活费用 就都在里头了 罗贾成还是坚持要把钱交给娘保管 娘就接下了 罗天福看儿子今天这个样子 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他觉得孩子是长大了 懂事了 知道日子的艰辛 并且自己用双手刨神了 他亲自给儿子打了四个荷包蛋 让贾成美滋滋的吃了一顿 是贾成自己提到了后面一个半月的打算 说还想打工挣钱 罗天福就说了 他问问破罗 看能不能带着贾成做点活 破罗这会儿还在唱戏 等他唱完了 罗天福就去跟破罗讲了 破罗答应带着去试试 他们工地确实缺人 不过他说活很苦 怕孩子吃不消 罗天福就说了 山里瓦啥苦没吃过 只要安全 苦点累点问题都不大 话就算说妥了 破罗说明天就让贾成跟着他走 罗天福回来 把情况跟贾成讲了 说破罗是电工 给人家走线路呢 贾成不懂电 也就帮不上忙 不过那附近有个工地的工头 破罗熟悉 说是去搬钢筋也行 打混凝土也行 娘和贾秀就觉得 是不是太累了些 贾成说他能行 工钱没有说 罗天福觉得 破罗这个人也不会亏待他们 就先干去吧 就是离学校那太远了 早晚行动不方便 罗天福要贾成干脆过来挤一挤 早上好跟破罗叔一起去 贾成咋都不同意 坚持要住在学校 罗天福也只好答应了 罗天福向破罗要了工地地址 第二天一大早 贾成就赶到了那个工地 那个工地要起两栋三十层的大楼 现在总共才盖了五层 六层以下是连着的 七层以上分成了两个楼体 破罗把贾成带到了那个工头面前 交代了几句 还给人家撂了一包烟 贾成就做上了钢筋转运工 他开始是有吃苦的思想准备的 但是没想到这转运钢筋会这么苦 大车把钢筋拉到工地的钢筋加工厂 然后由搬运工搬下车 一捆捆的运到弯曲机旁 掌控弯曲机的师傅 把钢筋剪裁加工成型之后 又由搬运工一点一点的运到塔吊旁边 没有一点技术含量 但是活儿确实重得出奇 看似小小的一堆猛的扛上肩 能把人压一个屁股堆 一天多数时候还都是暴露在阳光下 除了弯曲机下有一块遮阴的地方之外 从供原材料到给塔吊供加工成型的料 那都是与毒花花的太阳打交道 工地本身被围得密不透风 钢筋被晒烫之后 沾上肉 那甚至有一种灼烫感 整体环境犹如置身火炉里蒸烤一般 尤其是正午时分 让人感到身上几乎哪块肉都蒸熟蒸透了一般 罗甲成想咽一口唾沫 使了半天劲 结果咽下去的 好像是一块口腔里脱下来的皮 火石是一顿一老碗面 外带两个蒸馍一割的咸菜 第一顿罗甲成没有吃完 把两个蒸馍给了另外一个搬运工 到了第二天 那个搬运工还在等着蒸馍呢 就见罗甲成已经吃得干干净净了 并且还去要了半碗面汤 勉强坚持了两天 罗甲成实在撑不住了 就想歇一天 他给工头请假 说家里有事 工头说了 你走了就不要来了啊 你这一走就得有人顶 人家顶上了 你再来那不是多余了 罗甲成想了想 破罗叔给人家说一回话也不容易 就没好再多说 第三天还是来了 这一天的气温 报纸上说有38摄氏度 其实工地温度绝对在40摄氏度以上 罗甲成热得用一个湿毛巾搭在头上 也学着别的工人 把身上剥光 只给肩膀上垫一块布 肩扛背驮着钢筋 几乎是晕晕乎乎的在工地上走来走去 到中午一点多钟 气温实在高的令所有人都在张着大嘴呼吸 连一直待在宫棚下的窝钢筋的师傅 那都热得得让小公兜头浇了几盆凉水 楼上的泥瓦宫 听说都有从工地上晕倒抬下去的 后来管事的就让给工地抬了些酸梅汤来降温 罗甲成咕咕嘟嘟一气灌了三大碗 工头说让原地休息半个小时 晚上再往回抢时间 大家就都找背阴的地方歇息去了 罗甲成实在有些拖不动身子 就靠在围墙边的一点阴凉处溜了下去 地上晒得有些发烫但无论怎样躺着都比站着强 他一躺下去就迷迷糊糊的睡过去了 后来是另外一个小公来踢了他两脚 他才醒过来 小公说 哎开始了 工长叫你呢 他挣扎着想起来 却咋都爬不起来 是那个小公拉了他一把 他才勉强爬起来的 再后面的劳作基本都是机械式的 只要他的意识稍给自己暗示一下 说不行了 真的撑不住了 那整个身躯立马就会崩塌下来 但是罗甲成在坚持 无论做什么 他都不想让人看自己的笑话 要倒塌他也会倒塌在无人处 不知啥时候 爹跟着破罗走了进来 工地是不许随便进来人的 罗甲成看见公头在跟破罗叔说话 破罗在一个劲的给公头让烟 爹端直就走到了罗甲成面前 甲成努力睁了睁 一直都在发懵的眼睛 故作精神的 冲爹咧嘴笑了笑 爹用手 轻轻帮他擦了擦脊梁上的铁锈 看他两个肩膀都有些肿 就难过的说 吃不消了 明天就别来了 爹也不在乎你挣的这几个钱 罗甲成说 没事 但声音小的几乎连自己都听不见 你娘也不放心 总害怕这盖高楼不安全 在平地上倒是好些 罗甲成只点头 没说话 也实在是没力气了 罗天福从口袋里掏出几个煮鸡蛋来 说 给 你姐给你煮的 罗甲成也没推辞 就拿上了 罗天福看罗甲成布满了红铁锈的裤子上 满是出汗后禁字出的一道道白盐霜 就说 晚上回来 让尿给你洗一下 说着还用手搓了搓 甲成身子一裂 事宜不用搓了 罗天福又帮他把穿拧了的衣服 震了震腰身 说 反正吃不消就别干了 罗甲成又点了点头 罗天福走了 甲成正准备去抬钢筋呢 见爹又返回来 说道 你尽量不要朝楼前考啊 我看见上面掉下来板结砖 这太危险了 罗甲成还是点头 爹又叮咛了一句 咱不挣钱都行 可千万要注意安全呢 爹跟破罗叔一起走了 罗甲成还恍惚着爹的叮咛 不停地朝高处看呢 工长就喊叫开了 没人让你见工 快搬你的钢筋啊 都停工带料了都 眼睛是叫屎胡了 还不快去 罗甲成就又进入了机器人式的劳作模式 长篇小说《西京故事》正在播出 晚上回到学校已经是十一点多了 他累得连洗澡的力气都没有 就一下子摊在了一层的硬床板上 歇了一会儿 他侧过身 打开电脑 想知道一下同学们的信息 尤其是想知道 威威在干什么 威威只给微博上留了两个字 好热 有不少人跟贴 但是他再也没有说话 罗甲成发现沈宁宁甚至一整天都在献殷勤 威威是十二点半流的好热 他十二点三十五就跟帖说 注意防暑 十二点四十分又说 空调温度也不宜太低 一点又发了一条 说防暑的最好办法是多喝水 过了几分钟又说到 最好的饮料是凉白开 过了一会儿 他又说了 气温在三十五摄氏度以上的时候 每天喝三千毫升水 就能绝对保证不中暑 到下午两点多 沈宁宁又传上了一张照片 是她才在船上拍的 他们正从青岛向上海方向进发 照片是模仿泰坦尼克号上的 莱奥纳多和温斯莱特在船头的那个飞翔动作 只是没有女主角 为此他还专门给照片起了个名字 叫虚习以待 在罗贾成看来 真是骚情透顶了 好在薇薇始终没有回任何信息 这让罗贾成感到了一丝惬意 罗贾成又从微博上看了其他同学的信息 有的说自己是宅女 有的说自己是宅男 多数都在外面旅游 或者回老家走亲戚去了 罗贾成也想在微博上说一句什么 可想了半天 除了想骂人骂天 几乎没什么好说的 最后就把微博给关了 他已经没有爬上上铺的力气 就在一层硬床板上平摊着 浑身黏乎乎的 照说洗一下会睡得舒服些 可这腿脚咋都不听使唤 也就懒得动弹了 睡到半夜 数十只蚊子跟轰炸机一样 一次次起飞 一次次进行地毯式轰炸 他也能听到狂轰烂炸的声响 也能感觉到轰炸机在加油的时候 一根根钻头刺破大地 吸食原油的痛楚 可就是奋起还击的指令下达之后 没有系统能够响应啊 浑身唯一能做出的反应 就是神经和肌肉的微微抽动 早上醒来一看 大地已经被轰炸的 没有一寸完好的领土了 他勉强爬起来 冲了个澡 给身上涂了一层清凉油 就又坐公交上班去了 今天比昨天更热 糟糕的是 罗贾成在拉钢筋的时候还受了伤 右手虎口处被钢剪裁开的新钢筋茬子 划开了一寸多长的口子 罗贾成用身上的卫生纸止住了血 也许这事在工地是司空见惯了 这种伤在他们看来几乎不算伤 没人同情也没人过问 好像是不曾发生过什么事一样 罗贾成仅因为包扎伤口耽误了一会儿时间 师父和工长就骂骂咧咧的说顾的小工怂得很能吃屎 气得罗贾成就想拿钢筋去一人闷一棍子 中午实在热的干不成了 工头让原地休息一小时 还是晚上往回抢时间 罗贾成就又躺在昨天的那个墙角 给额头上敷了一块凉毛巾 看着一只颤抖不停的受伤的手 只想哭 他用安全帽盖住了自己的脸 整个下午和晚上 他不仅要忍受高温的折磨 而且还要忍受伤口的裂痛 他不想迟早被人当牲口一样 腰来喝去骂骂咧咧 就尽量小心翼翼的完成着安排给他的一切搬运活计 晚上十二点结束之后 他觉得那只手实在是疼得不行了 就去一个路边诊所包扎了一下 共花了三十多块钱 酒精消毒的刺激 用钻心都不足以形容其痛 勉强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宿舍 他终于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他哭了很长时间 打开电脑上了网 首先看见微微的微博 说他近日去德国 又见猪豆豆沈宁宁 翁点点他们已经到上海的消息 他们上传了数百张一路旅游的照片 可以说是跃尽了人间的繁华盛景 翁点点又传上了一首诗 渤海 黄海 微海 上海 路上听孔子说人 孟子说爱 水上看海鸥争食 鱼鹰俯冲 浪吞涛埋 爱 风生水起 有蝴蝶翅膀孕育 到长风万里不败 去东海 去南海 去梨海 去黑海 去地中海 去波罗的海 让生命在爱的长风中 死去活来 罗贾成关掉了电脑 他强撑着去卫生间 想洗洗身上的铁锈和满身的污垢 从镜子里 他看到了这几天艰苦劳作后的身形和面容 他的泪水再一次止不住流淌下来 他有些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他没有洗澡 又摇摇晃晃地回到了床边 扑通一声就倒了下去 这一夜 他什么都没听见 尽管轰炸鸡群还是准时编队起飞 准时的狂轰滥炸 在他死寂的土地上 又犯起数不清的疮疑破败 早上醒来 他抓挠着一块块腥红的皮肤 气愤异常地将几只可能已经吃得飞不动的蚊子 砸死在了床里的白墙上 他昨晚最后躺下的时候 是真的不准备再去工地了 可早上醒来 想了想 还是去了 他听一个小工说 一天可能是八十块的工钱 这个诱惑对他很大 罗天福那天却看了一回儿子 确实有些心疼 尤其是看见上面老吊砖头瓦块之类的东西下来 就觉得有危险 他也给破罗商量过 看还有没有再好一些的工种 破罗说 钢筋小工就是最安全的了 他也就只好每天晚上给儿子打个电话 只要他走出工地了 父亲的心才能放下来 最近天太热 吃千层饼和烙馍的人相对少了些 加之有贾秀帮忙 罗天福有时候就能抽出身来 出去走动走动了 就是那天看望贾成回来 他无意中在路边的一个小垃圾桶旁 捡了一堆饮料瓶瓶 那是一个单位才倒出来的 他刚食完 一个捡垃圾的就跑过来 恶狠狠的盯着他 想要理论的样子 他赶紧就走开了 结果拿去一卖 挣了十一块钱 他觉得这事能做 这几天 他一有空就拿个袋子出来 他没有告诉书惠和贾秀 自己去干啥了 因为他阻止过贾秀捡垃圾 所以也就不想让他知道 自己所做的事情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每天几乎都能额外增加 十几块钱的收入 有一天 他笑自己真是走了狗屎运 竟然在一个垃圾桶里 还捡了个旧手机 比自己用的那个还好些 他就把这个手机留了下来 把自己正用的那个 拿到旧货市场一卖 还倒腾了五十块钱呢 天气是越来越热 连续一个礼拜 都是在三十九度以上 罗天福就打了个电话 要贾秀别干了 贾秀在电话里说 工地把作息时间给改了 中午最热的时候 休息四个小时 他说他还能坚持住 可是听电话里的声音 孩子明显是有气无力的样子 这边 书汇突然病倒了 是热感冒 发烧 咳嗽 还上吐下泄的 贾秀刚把娘掺去打了针 晚上 他也开始头痛发烧 半夜还说胡话 罗天福就用两个毛巾 不停的换着 给他们母女俩 把额头冷敷了一夜 又给掐河谷学 印堂学 涌泉学 到天明时 两个人的烧才慢慢的退下来 贾秀早早还是起来了 罗天福让他再多睡一会儿 贾秀说 还是把摊子支出去吧 罗天福说 有他呢 贾秀还是硬撑着 帮着爹把摊子弄到了大门外 罗天福一夜没合眼 头有点晕 但是人一多 生意一忙起来 疲劳感好像就消失了 直到忙完上班前 最火的那一阵 他才有些头昏眼花起来 他发现贾秀的两个眼圈 乌黑乌黑的 赶柄时 一只手要撑着面板 那只手才能够赶得动 他就让贾秀赶紧去休息 贾秀说他能行 两个人一直坚持到了九点多 贾秀才去扶着娘打针 罗天福让贾秀也看一下 不行了也打两针 好得快一些 贾秀到底还是没有打 只是买了些感冒药吃了 中午最忙的时候 他掺回娘就又帮着爹 开始打饼了 下午 贾秀见爹实在是撑不住了 几次磕水的 头都磕到案板上去了 就叫爹去咪等一会儿 贾秀不停的喝水 不停的给大脑输送信息 说自己千万不敢病倒了 竟然还就真的这样 扛过来了 不停的给大脑输送信息